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 曾让人魂绕梦前 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 也藏着万丈深渊 聪明的愚笨的善良的人 都是你熟悉的人 在山坡在悬崖 在巅峰云端 在这人世界 让雪花纷纷扬扬 在山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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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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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跟我提这事啊 我正要抓你算账呢 我是秦国的时辰 他是你们的皇帝 他喜欢你 我总要帮他 皇帝是你小事迟 李李是我好姐妹 这辈份都乱了 不就是入宫前聊聊天吗 又不是要你以身相许 给你慌什么 他现在如何了 教导李仪随时准备入宫见皇帝 恐怕以后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没想见他 对你来说 只是说说话聊聊天而已 可对李李呢 他这一生虽波逐流 挣扎求存 能跟你说说话 对他来说已经是难得的美好回忆了 若你还是觉得心中不愤 怨我就好 别去怪他 公众马后 兽与天气 千秋永远 诸位的美意 哀家领了 请 请祝爱卿 安坐吧 谢 谢 阿弘 好 开宴 太后 陛下 草民廊桃 想与南庆上帮范大人 以武诸寿 也算为这寿宴天分热闹 范公子 可怨一同啊 回陛下 外臣甘拜下风 情愿认输 这比斗 确实不必了 既是如此 也便不用比了 范大人 你这是承认南庆雷若 武者衰败了吗 我自个认输 与庆国无关 使团门前 不是连胜不败吗 晋上京史 不是插旗入宫吗 怎么今天我来 却不敢动手了呢 莫非你们南庆舞者 都是这么欺软怕硬吗 我也不逼你了 只要你今天承认 南庆习舞之人懦弱无胆 不战 别摆 那边站吧 我有话要说 大师兄把机会让给我吧 为何 我是北齐圣女 可此人却曾在大殿上 口出狂言 说对我一见钟情 想必此人的武功也是了得 今天就让我看看 此人对我 到底用情有多深 旺太后恩准 郎桃 你退下吧 来不来 来 为什么不来 选什么兵器 剑吧 大人曾栗战九品 又是天将诗神 海棠是北齐圣女 最年轻的九品尚 最年轻一代里边的 两个最富盛名的人 终于要决一胜负了 王兄 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呢 这一战哪 就那么回事 什么叫就那么回事啊 你就看看 帮子 这变成了 相对 这变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两个怎么不真打呀 你想啊 来来来 这多多姑娘 跟咱家大人那是什么关系 那是 那是什么 那是那种关系呀 他们俩怎么可能真打呀 也不愿这多多姑娘 你说咱家大人 温武双全 哪家姑娘不会喜欢 只可看他们北齐啊 培养了这么多年 才培养出这么一个圣语 被我家大人就这么给拐下了 这不是 夫人 也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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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然呀 不能显得比大人还聪明 这个我懂 王兄 我们二人一起克制 范贤 我听闻你回南庆后 就要执掌内库才权了 这之后就有锦衣卫 带我大旗 与你方商铺往来交接吧 外臣明白了 等一下 太后 臣觉得不妥 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沈指挥使 这件事哀家都已经考虑过了 对我大旗有利无害 并无不妥 范贤诡诈 不得不妨 请太后三思 启离太后 臣有一事 本来想忍忍 带到太后受担之后在意 谁料沈仲她狼固狂捐 臣实在是忍无可忍 那你且说来听听啊 锦衣卫镇抚司指挥时沈仲 涉嫌勾结监察院出卖军情 此等贼子亲心可诸 此等贼子亲心可诸 望太后明朝 之前国战 之前国战虽是误会 但却死失惨重 这一败 归根结底 乃是因为军情泄露 剑察愿阎兵云上京斡旋 外泄军情 这件事 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了 这军情外泄 可诸位不知道的是 严冰云上京之后 与沈家小姐情同意合 私下网络 这军情泄露 我自不必多言了吧 绝无此事 严冰云与沈家小姐相交甚密 此事多人可以作证 更让人感慨的是 严冰云被抓之时 沈家小姐曾经多次探望 正所谓情真一切 甚至范贤救出严冰云之时 也是沈家小姐亲自带的路 锦衣未曾经多人目睹 沈大人 您还不承认吗 他是被那严冰云蒙骗 太后 臣绝不曾将军情告知家人 严冰云也绝不是从 他那里得到的消息 到底做没做过 我想您心里比我清楚 太后 臣对大齐的忠心 天地可见啊 边境屡次战败 军情部署 沈大人都了如指掌 沈大人 您与令妹的嫌疑 着实是大了些 太后 臣虽不才 但还知道自己是大齐的子民 绝不会行此悖逆之事啊 沈重的忠心 哀家是指导的 沈大人或许忠心 可她的妹妹就 臣请揍 将沈家小姐投入天牢 严刑拷问 追查真相 太后 太后 臣的宝妹虽然是被情所悟 但是 但绝不会叛国啊 请太后 请太后明见 陛下怎么看啊 任凭母后做主 神指挥使 素来中勇 为我大齐 剑功良多 这般折辱功臣 实在是不妥 只是这件事 确实有可疑之处 便算你家眷 不曾泄露机密 终究也是你家教不严呢 沈重 指挥使 你继续坐着 只是这官服上的蟒纹 还是先去了吧 太后一臣 都愣着坐船 你逼死我亲子 因为害死我姨父 可曾想过会有今日 范贤 外臣在 内裤与锦衣卫的商贸往来 就这般定了 你回到南庆后 就尽快地安排妥当便是 外臣明白 太后 臣依旧觉得此事不妥 神指挥使心续肌傲 不亦义正 还是先送他回府 休养几日吧 太后 臣所思所想 皆为我大旗 你绝无私心啊 太后 你无私心 难道我等就有私心吗 太后决定通商 难不成太后也有了私心不成 带下去吧 贼子勿国 太后三思 贼子勿国 太后三思 贼子勿国 太后三思 贼子勿国 贼子勿国 范公子 何时启程啊 回陛下 明日启程 此时已别 不知何日还能再见 范公子的书还是要写得勤写 朕还等着后面的章节呢 外臣受命 能使沈仲这样的人物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微信全尸 大人真是厉害 只可惜啊 他指挥使的位子没动 坐不久了 失势夺权 只是时间问题 确实快了些 大人还有什么忧虑 沈仲虽然倒下了 但是他要知道的 走私者的名字 却依旧没有拿到手 大人 大人 上山虎来了 说要见你 我义父遗体何在 绝壁上一个洞口 埋在洞里 陆层入土 他最后的心愿 是说十几年被关在地牢深处 怕了涂下黑尘 想把自己留在阳光里 把详细的地方告诉我 给你写好了 我本打算在你离京之前杀你 我明天就走 你得抓紧了 念在你为我义父收尸 我暂且饶过你一次 帆贤 待我扶桑之日期满 我必亲自前往南庆 取你姓名 我等你啊 高达 大人 你去约一下海棠朵朵 让他来使得了 干什么 大人 使团人独眼杂 容易让郡主知道 大人慎重 快去 少跟王启年混一块 我 你 你 你 我实现已经将陛下的意思传达下去 各部官员里 忠于陛下的 都已经知道近日 要对沈忠落井下石 就算与沈忠念旧的 有的被控制 有的被暂掉离京 我这一脉 在家母后一道 同心合力 沈忠已是无力回天了 何道人偷偷拒见范县了 郭宝坤只是表象 何道人才是未来上京城暗探之首 我走之后 上京城地网就交给你了 我尽力维持 不用太紧张 等走私的买卖铺开了 咱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 拿银钱杂消息出来 暗探生死一线的日子 不会太久了 还有什么交代 我不能待太久 以免被人察觉 没什么了 走之前不用再见 保护好自己 别被发现 既然陛下早就知道 何道人是南清暗探 为什么还把他留着 抓了一个何道人 我们又有什么好处 敌人 有些时候也能为我们办事 你看如今局面 沈仲已断绝前程 又不用我们费力争斗 可乐而不为呢 可是现在何道人都拜沈仲 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不急 留下何道人 南清人 就能知道我们选择后的消息 陛下 是想利用何道人 刑犯剑之策 可是太后那边 又多了一个上山虎 母后是不会再让上山虎 回到军中的 从此之后 这只老虎 已经废了 只怕犯仙 未来会是我朝大帝 范贤的敌人不会是我们 你要记住 最大的敌人 永远是自己人 南清的那些皇子 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范贤将来的路 还会很漫长 海暂地 海暂涯 西洋 你真是尊敌人 上次不都被你气吐血了吗 还不肯罢休 受人所托 传个消息 为什么找我 你自己也能见他 我见他的事 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不是人吗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你是花中海棠 不算犯人 求人的时候 倒是挺会说话的 帮我一次 我保证此事 绝不会危害被棋 也不是兴师问罪 庄先生 您别起来 好 走走走 你看 你这首曾经沧海南围水 除血乌山不是云 文词优美 对战公正 可是这下半句 语境不明 不通啊 实在是不通 乌山是积南处神山 此山已云井灌绝天下 下半句取此山明 是论情之中枕 原来如此 老胡 翻看了很多的书 就找不到乌山这个地名 还是你来给我解释了 您在为这本诗集做事 是啊 还有啊 你看 陈王西时艳平乐 斗酒十千自欢穴 这什么典故 陈王呢 是一位姓曹的王子 他曾经在平乐观大摆酒宴 姓曹的王子 这历朝历代 这皇室里也没有姓曹的 庄先生 启年殿上 我跟您说过 这些诗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而来 所以这些典故 自然不会记载在史书里 那 这就是梦中的仙阶了 不是仙境 是 是什么 是另一个纪元留下的印记 什么 纪元 比所有的历史都要早 早上千年万年 一个已经消失在时间长河里 但是曾经辉煌不比的文明 老夫不明白 不明白 你说的是上古时期吧 那比难还要早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一生下来 这些事情就刻在我脑海里 就如同梦中见过一般 那这么说这就是 梦中仙境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说 好 那此前众多不明的典故 现在都有了答案了 不是老夫读书不明白 是这仙界的事情 我哪知道啊 您就别为这事费心了 好 你刚才进来 怎么无人通报啊 我其实是偷偷来见庄先生的 您的家谱被我同班引走了 这何必偷偷地进来呢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都在上京 我也很想见到你 可是我那个家谱啊 他阻拦你 他说你我要见了面 我的病情就会加重了 他说你这事费心就会加重了 庄先生生病了 有尽灯忽罢罢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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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想说 我说你这事费心就会加重了机编 在新年殿 老夫陷害范大臣 时至今时 心中一直不安 今日得以见面 终能当面赔罪了 范大臣 海量宽恕 钟先生 这可数得 诸今世人 可好疼 不如北白范 北识 昭如钦丝 不如我 不夺破云 则文坛大甲 好是好 当我看见 不行 好 说人 亦通 你 不行 我知道您这样做 也是为了救出萧恩 事不相瞒啊 他虽然姓萧 他是我同胞的兄弟 其实我这次来见庄先生 也是受萧老前辈嘱托 真的 他终于 肯和我联络了 他让你来找我 可有什么话要说吗 怎么啦 他死啦 他死啦 回去之前 有空 去见见周穆涵 告诉他我的死心 我一定会去的 你说 死了还能见到他们吗 我 我 不 去 我 去 你 我 无 你 我 我 你 人啊 总是要死的 小前辈走得还算安详 他这一生活得很凄凉 是因他杀人太多 才有了这般下场 如今世道 本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 范大人 你可不能做这样的人 你能写这样的诗集 不该是凡间的着物啊 老夫不忍心看到这些绝剧蒙尘 晚辈答应庄先生 绝不做那样的人 好 好 夜深了 那婉为先告辞了 你何时离开上京啊 明日起程 明日 我想 你我见这一面 是最后一次了 我这一生啊 著述无数 写了这么多的文章 可是我最得意的 是这一段人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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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这不是神指挥使吗 太后懿旨 可是让你回府休息几日 这为所上上下下 也不可一日无主不慎 没法子 从明日之后 就有属下暂待您的位置 您尽管安心地回府休养 这些麻烦事就有属下 一个人烦恼就好了 沈大人 您这赖着不走 往南听了说 您这就是抗拒了 您也别难为手下 要不属下亲自送您出去 我说沈大人 以您这样的身份 总不会赖着不走吧 要不 我找人帮您一把 什么人 胆敢擅闯卫索 沈大人 这些 都是您的人 今天要做的事很简单 截杀南庆使团 没旨意 是我自己的主意 只要杀光南庆使团 所谓通商 自然是无法继续 诸位 此去 不管成不成 都是掉脑袋的买卖 我也怕死啊 可是想想 若是我死了 能救我大旗逃过一劫 死一死 也就没什么了 你们去不去 自己琢磨 我不强求 甚至回事 你要考虑清楚 来人 你们这些贼子 看你们是吃了 雄心豹子弹 本敢离去 割杀无论 你们知不知道 这是掉脑袋的罪过 你们 回来 回 没有 拿下 上个 上 大人真放心 郭宝坤留在上京 说得也是 要不然你留下 郭宝坤定能上任 这就让他们走了 这也太便宜他们了吧 大人 大人 来了啊 来送我 还带一车东西 周浅先生去了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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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 那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船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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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